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有人说人生如戏 人生好像一场戏一样 这句话在不同的文化 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从圣经看 到底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吗 真的 圣经也讲到 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台戏 这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把这段短短的经文读给各位听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幕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圣经的作者是保罗 他是使徒 他回顾自己使徒的人生 他看见在他作为使徒的人生路程之中 有很多困难 很多困难 好像囚犯一样 他说 而且列在幕后 意思就是从人的眼光看 这些使徒实实在在 非常可怜 用人生的价值标准来排序的话 这些使徒可能都排在后面了 但是虽然这是人生的事实 保罗在这里却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 来描述人生是什么 他说我们就好像一台戏 好像一场戏剧一样 那么戏剧就是要演出来的了 不论是舞台剧 真人演出 或者是电影 拍摄成为电影 总是要有人演的 当然了 现在可以有电脑动画了 那么可以虚拟的也可以了 不论怎么样 当我们提到一场戏的时候 大概有几个重要的元素是跑不掉的了 第一个元素当然要有演员 不管是真人 还是动画里面的角色 第二这个演员他要演一个角色 所以在这场戏里面 这个演员就扮演这个角色 当然有的演员好厉害 一个演员扮两个角色也有了 不管如何了 演员和角色 当然整个戏要演得好 当然要有剧本 那么要有写剧本的人 然后演戏的时候 要有导演 导演虽然不一定出现在台前 有的导演自己也是演员 我知道了 不通常导演是隐藏在幕后的 告诉演员怎么演法 然后演出来之后 那要有观众 不然这台戏演给谁看 意思就是说 当这些元素都具备了 那么这场戏就可以开演了 那么演完了之后 在现在的文化里面很清楚 演完之后 还有评审的 不管是金钟奖也好了 金像奖也好了 国内的也好 国际的也好了 世界不同的戏剧有不同的评审 好了 那么这些是我们人间的戏剧 妙的在这里 这段经文的确是用戏剧的角度来看人生 当然戈林多是在欧洲的一个教会 深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 戏剧是在这个希腊罗马文化中不可少的 所以他的读者对戏剧是了然于心 保罗一讲 或者说圣经这里一提 我们成了一台戏 刚刚所讲的所有戏剧的元素 全部都出现在读者的心中了 那到底人生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呢 你我也成为演员的话 那么李我的剧本是谁写的呢 大导演又是谁呢 你和我又要怎么演这场戏呢 这段经文的确可以给我们很深刻的思想 下面我们会继续分享每一个元素 从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人生其实有太多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了 大环境谁能控制呢 这个疫情一来谁能控制呢 换句话说 人生的剧本 自我能控制的部分很有限 那么这个人生的大剧本谁在掌管呢 下一集开始 我们就用这个角度 从圣经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 人生其实是一出伟大的救恩神剧 好 下一集再见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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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